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温度应该比较高 你可以看到那一个小旗儿了吗 就像十字路口的红绿灯一样 橘黄旗表示可以施工 但是要保持警惕 一旦有员工中暑 就是事故 I want to go to the location to check the manpower 这么一旦中暑 基本上就中子中暑了 它会浑身抽搐 然后coach to bimer 我处理过这种事情 高温中 商中和和团队负责的地下官网工程 在向前推进 同样因为世界杯 卢塞尔体育场所在的卢塞尔新区 将建成卡塔尔年轻一带的聚居地 17年18年下过一场大雨 基本上把整个卡塔尔给淹了 包括卡塔尔的城市和未来的这种规划中 城市官网的建设已经提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 布斯湾西南海岸的半岛之国卡塔尔 5月至12月日照强烈 气温常常飙升到四五十摄氏度 烈日之下的劳作被人记录下来 不远处的卢塞尔体育场来自同样的团队 设计灵感来自阿拉伯传统的金波 椰枣碗和发廊灯笼 极具中东风格 那我们就逛这些大金碗吧 金光闪闪的 鲁塞尔体育场更像一个封碑 但是这个项目呢 更像一粒沙子或者一粒基石 长城怎么累起来 是靠一块块砖累起来的 看不到 但是它就是那块砖 被人踩在脚下 2022年卡塔尔第二十二级世界碑 为了躲避卡塔尔夏季的高温天气 赛事安排在冬季 这意味着所有的建设人员 都要顶住高温 暗期交付卢塞尔体育场建设工程 当时中标的时候 已经到了2016年的年底 你可能整个生活中 是只有四年 这么大体量的一个世界碑 它都不认为你们中国企业 能如期地摆体育场下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设定 人们可以追求 这就是我们能够认识 我们的成功和失败 2022年 梅西在这里夺下金碑荣耀 这是一场真正的巅峰对决 世界碑期间 全球超过140万名游客到房 今天不到中国海南岛三分之一的土地上 建造起八个现代化体育场馆 从传统的珍珠贸易到石油复活 今天卡塔尔正努力实现 世界碑所带来的多元化发展 卡塔尔等你 你得一路 共同建造 欢迎来到卢塞尔球赛 它很开放 还有一个开放包容的心态 我们要适应国际这种规则 诸伟海外工作14年 他和团队负责的卡塔尔游艇俱乐部巷 同样在世界杯赛事之前 如期完成 眼下除了游艇俱乐部的收尾工作 诸伟在多哈同时参与的 另一个建设工程也即将完工 那边是海 特别是我们的客房 客房就是直接就是远眺大海 蔚蓝的大海 空间感还是很大的 你感觉没有 三百亿时间客房 海景房吧 绿洲酒店 刷新多哈东岸的新地标 也是诸伟所在团队 在海外成建的第一个 五星级豪华酒店项目 来自全球 来自非洲的 亚洲的 欧洲的 北美的 南美洲的人也在这里 各国家的人在这都能够融合在一起 在这生活 在这工作 你是不是感觉也挺神奇的 一说我这些孩子应该高考 七号嘛 就今天四号 小孩 高考 我都没回去 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 也不是一个称职的丈夫 明天就是高考了 在高考来临之际 爸爸有几句话想对您说 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沙漠之画 在建造者手中 绽放出更为绚丽的光彩 一带一路 共同建造 波斯湾入海口 自海洋与陆地汇流而来的 不仅是滚滚财富 还有人类伟大的建造 流光溢彩 争其斗艳 每天这栋大楼里 有近三千名不同国籍 不同工种建设者 同时作业 住着二 四 六 八 十 就算一百栋楼 一栋楼两个亿 两百亿 就马路对面那一小块 一座新的地标性建筑 已经封顶 它将与这个城市 一系列世界级建筑一起 成为人造景观的一部分 太多时间在路上 然后开会在路上 十个到十二个项目 正常阶段 走啊 来吧 每个人都要有压力 都要有危机意识 有中国一家建筑企业 负责承建的迪拜蓝天酒店 位于迪拜马瑞纳马 和黄金地段 这座高373.5米 拥有一千多间客房 全球酒店类最高的建筑 迎来了立体施工的 最后冲刺阶段 装可能你装不了 因为要拆了才能装 所以当时就在问那个时间 问了这么久了 材料到了吗 在船上了 什么时候到 最后反正最后几个关头 一股作气吧 做好 年底 滑到 一四四 迪拜 沙漠与海洋中 升起的魔幻之城 蓝天酒店的对面 是朱美拉棕榈岛 蓝水岛 另一旁有七星级的 帆船酒店 还有世界第一高楼 哈利法塔 超级无敌的一个景 这次舰特一切 当时是震撼全球嘛 这里的每一个建造 都是一个响亮名字 都是世界之最 只有国际最顶级的建造团队 方能与之相匹配 还可以